记者苏芳和台北报道,民进党高雄市及台南市长得出选电视证件发表会,经民进党选对会讨论后将续办。 民进党发言人林从盛今天转述,选对会的决议指出,原定2月10日举行的台南市长及2月11日的高雄市长出选电视证件发表会,因2月6日花莲大地震而取消办理。 选对会今天讨论后决定续办,并将定于2月26日于明示新闻台办理台南市长出选电视证件发表会,2月27日则于一电视办理高雄市长出选电视证件发表会。 此外,民进党今天召开中职会,会中也通过2018年直辖市议员选举提名出选相关作业事项。 民进党发言人林从盛转述表示,中指会中通过2018年直辖市议员候选人提名入党资格需连续满两年,以2018年11月24日为计算机准日,并将收取登记费新台币20万,民调费20万,保证金10万,总计50万元。 同时授权2018年选举对策委员会成立协调小组及督导小组。 林从盛也转述,中指会通过2018年直辖市议员选举提名出选民调执行单位,选举提名出选民调吻券格式与各选区提名名额。 目前为含开放选区部分6个直辖市部分已确定至少提名198席将于2月26日发布选举公告。